第38题,在高雄的寿山、墾丁国家公园等地,都有含有碳酸钙成分的石灰岩地形,当石灰岩的地形受到微酸性地下水的侵蚀后,逐渐形成石灰岩洞,石灰岩洞中中乳石和石笋等景观的形成化学反应是如下,碳酸钙加水加二氧化碳会生成碳酸氢钙,这是一个可逆反应。 若参观石灰岩洞的游客增加,会使洞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大,将会对洞中景观有何影响?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,我们的石灰岩洞中的中乳石或石笋,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,碳酸钙如果多,就是会生成中乳石跟石笋,而碳酸氢钙就是溶掉的结果,就会产生石灰岩洞,所以如果生成了碳酸氢钙,就是中乳石跟石笋会逐渐的减少。 那么这题我们还是在考勒沙特勒原理,老师教的勒沙特勒原理叫做取有余补不足,多的送人家,少的跟人家要。 那么现在我们游客中使我们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,二氧化碳如果变多了,那我们的反应就会送人家朝右进行,就会生成我们的碳酸氢钙, 也就是碳酸钙会减少,碳酸氢钙的水溶液会增加,于是我们的中乳石跟石笋的量就会减少。 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,会使洞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大,将会对洞中景观有何影响? 我们答案选的是B,使反应向右进行,减少碳酸钙沉淀,使中乳石石笋等变短。